大家好我是迷之声 今天是万圣节了 而我却在墨鱼 其实之前也录了几个游戏 但后来感觉一般 效果不好 所以我们还是干脆来玩一个 这是在一个英文网站上看到的 说这是一个恐怖游戏 但是 大家看这个游戏叫幻想空间 Fancy Island 迷之声也不懂日语 是看这个谷歌翻译的 欢迎来到幻想空间 奇幻岛奇妙岛 幻想岛 点上面这个小猫的猫娘的这个图标 就可以开始游戏了 然后下面还有手机 然后下面好像还有一个指南 指南是怎么说的呢 进入这个幻想空间 然后会有幽灵 好可怕 同时还有解谜 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 日语内容的解谜 如果有的话就玩不下去了 挺可惜的 好总而言之呢 好像还可以解锁画廊什么的 但是这边因为没有办法 用用谷歌翻译啊 所以没有办法 年龄10016岁 好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这个音效有点 怎么说呢 有点廉价呀 好像是下面有四个地方 等一下 迷之声调一下这个音量 它这个 好得有点小 轻一点 但其实我们这个 迷之声一直以来这个调音量 给大家看一下 迷之声平时不是调音量吗 这个调低了 但其实在录游戏的时候 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 因为这个录制软件 它录的是本机的音效 所以你不管怎么调 都是同一个音量 你这个只出来一次吗 OK 这是个网页游戏 所以过去每一次 迷之声调音量之后 如果真的有音量变化 那一定是因为 迷之声在后期的时候 自己改了 总而言之 下面有四个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点 哦是这种游戏 OK懂了 没关呢 它有一个 然而 这是一个带日语的游戏 所以没有办法玩了 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吗 OK 它在敲窗 会不会爬出来呢 你的脸色不太好 好的 总而言之 会日语的大家 去把这个游戏玩一下 它应该是 每一个可以点的地方 都是不同的 所以呢 它这个岛 你这个 癫痫油 会导致癫痫 是一个 怎么说呢 探索类 嗯 这个是怎么 OK 你这个 并没有 同时屏幕在变暗 看大家看 会怎么样呢 怎么没有进度呀 这个不行吧 完全没有这种 OK 那么右边这扇门呢 诶 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画廊吗 是的 但是我们掉掉坑里了 叭唧 我们就挂了 原来如此 我们就回到了初始画面 而且初始画面 还是个不同的画面 呃 你的眼神呢 我们来看第二道门 哦 还是几个窗口的样子 说起来好像过去也见过一个 是把一大堆网页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呢 你也去探索 但是类型和这个就不太一样 这个里面呢 都是各种各样震你一下坑你的这种游戏 呃 哦 那个呢 好像是各种猎奇戏 诶 这边出现了关女人的手记 日记这种东西 我估计基本上都是震你一下 2012年1月29日 怎么怎么样 看不懂 啊 但果然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今日无事 果然 这个还是让懂日语的人去玩一下吧 好的 那么 Fancy Island 幻想岛 这样一个游戏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推荐给大家 请你去玩吧 来 这个一点都不吓人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挺正一下 OK 啊 有没有觉得这个眼神很可爱啊 呃 看不见嘴啊 好的 呃 大家万圣节快乐吧 迷之上还是自己去慢慢剪一下之前录的视频算了 好 这个还挺模型的啊 我们看一下 我的鼠标在 在 在 差不多在这里吧 要使出 手指点着屏幕大法 哎 哎 我应该已经点到了呀 我认得很准啊 哦 我以为它是把我的鼠标变成什么 其实不是的 它是 我是一整个 这个画面的中心 啊 并不是和它上面的这个鼠标重合在一起的 怎么也找不到 我解过这关就结束这个游戏 啊 解过了 好 哦 这边又是 两扇榻榻米的这个门板 好惨 你死的好惨 你这嘴里是什么呀 是个糖吗 那么这边呢 也是在你一下 哦 莫非是线索 2648 好的 啊 我已经为大家解开了其中的一个谜团 找到了其中一个线索 请大家有兴趣的